林青霞的美 无人可匹敌 最是人间留不住 朱颜此尽花此树 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它影响了我们二十年 台湾作家一书则赞美其 女孩子梦寐以求的美貌 男孩子梦中追求的恋人 穷耀称 没有遇到过第二个可以 和青霞媲美的女子 金勇感叹青霞的美 是无人可匹敌 提起林青霞 我们总能想起一些经典电影 东方不败 新龙门客栈 笑傲江湖二等 四十年间 它出演了上百部电影 制造出一个属于它的林青霞时代 不管是年少时 清纯俏丽的娇羞 还是盛名时 惊艳众生的反串 林青霞永远绕不过去的 一大标签就是 美 清过清城风华绝代的美 今天 十一月三日 是林青霞 六十七岁的生日 林青霞与行李员 我很爱她 这次是真的 一九九四年 林青霞拍完一百部电影后 已经四十岁 在人生的不惑之年 她嫁给商人行李员 结婚当日 行老板把家中的游泳池都铺满了玫瑰 繁花似锦 灿若云霞 她要让世人知道 一位真正的绝世家人 所做的每件事 都是在创造传奇 后来 他们生了两个女儿 一位行爱林 另位行言爱 她对她的爱昭然若揭 但她爱她吗 很可能 与选择倾向林一样 她需要一个人 让她停止情感上的焦虑不安 林青霞虽然可以 从行李员那里获得安稳 却没办法从她那里 获得爱情的感觉 林青霞在湖南卫视 偶像来了里曾说 自己最孤独的时候 就是和行李员结婚的前半年 孤独源于什么 不用说大家也知道 与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厮守 比单纯思念一个人还孤独 行李员的出轨 真的如同外界说的 是因为林青霞 没有生儿子 代孕 是管婴儿 这些技术在林青霞结婚前 已经成熟 如果只是需要一个男孩 并不困难 根本原因可能是 真正的爱情 在这对夫妻之间是缺席的 他们之间的爱是单向的 只有行李员对林青霞 热烈的崇拜和迷恋 而迷恋和崇拜 会随着距离拉近越来越淡薄 也会随着时间流逝 越来越稀少 林青霞感到孤独 行李员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觉 他虽然娶到了林青霞 却没法从他那里得到 被爱恋的感觉 他真的无所谓吗 据说行李员婚后 最新工作 常常内地香港两边跑 与林青霞聚少离多 两人平时沟通 基本靠传真或电子邮件 在生下女儿行严爱后 林青霞就与老公分房睡 而这一分房就是十年 这样疏离的关系 出现第三者很意外吗 怎料24年的婚姻 如今却经传婚变 一名知名的大咖女星 谈到林青霞 在聚会中 惊爆她离婚了啦 拿了港币20亿元 约新台币80亿元 更指出 由于她对行李员已心灰意冷 决定活出自我 结束这段豪门婚姻 林青霞与秦祥林 爱她吗 不爱 虽然很体贴 但无法成为爱人 说起秦祥林 在林青霞的感情生活中 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9年7月 港台地区部分演员到泰国访问 举办慈善活动 那时候 林青霞刚跟秦祥林和拍了 故人风雨和难忘的一天 秦祥林以前总是说真奇怪有人会追求你 你太瘦了 而且 你又不会撒娇 但就在这次泰国行中 她发现了林青霞 已经出落的越来越天资鲜严 对她的态度于是有了很大转变 一个月后 秦祥林和萧芳芳关系破裂 宣告离异 其后 秦祥林多次奔赴美国 向林青霞表明心计 并向她求婚 那时她25岁了 整天想着该把自己嫁出去了 林青霞当时很感动 但她的内心非常矛盾 不知下一步该怎么走 于是 被伤痛冲昏头脑的林青霞 做了件错事 赌气般的和秦祥林订了婚 让她老老实实的开启了备胎生活 而在这期间 秦汉也来美国找过林青霞 结果被林青霞得知 她没离婚还想复合 气得甩脸子就走了 生气是生气 但林青霞还是放不下秦汉 订婚前一晚还打电话给她 问我要不要嫁给她 秦汉说随便喽 EMMM真是666 那就订吧 谁怕谁 订婚那天 林青霞却不见了踪影 等秦祥林和众人在角落找到她 却发现林青霞哭得梨花带雨 一般来说 这种情节就只能在小说里发生 因为在现实生活里 大部分心里藏了别人的 这日子啊 真的都过不下去 再加上秦祥林 其实也是个花花公子 还和邓丽君有过一段不明不白的暧昧情事 林青霞最终在四年后取消了婚约 时间仿佛是一个魔术师 她可以带来分崩离析 也可以消化多年积怨 在她的显微镜下 我们终于能够看破幻想 去伪存真 那时 她终于发现 自己最爱的还是她 林青霞与秦汉 就情难断 重拾不难 在一起时 常常没有安全感 1984年6月 台湾的媒体披露了秦祥林 林青霞分手的消息 各地报刊纷纷转载 一个艺人的离婚 竟被评为台湾当年的 十大新闻之一 轰动一时 而在她毁婚的前两年 秦汉终于和妻子离婚 1985年的一天 琼瑶给秦汉打电话 现在 青霞是一个人了 你何不给她打个电话 旧情难断 重拾不难 1985年 林青霞与秦汉 终于对外承认 他们重修就好 那年林青霞已经31岁 才正是与苦恋 十一年的秦汉牵手 可真不容易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 这么折腾了一圈 这肯定是个白头偕老的故事了吧 然而 并没有 就像歌词写的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 永远都有恃无恐 或许是这份执着得到的太容易 秦汉并没有怎么珍惜 面对林青霞 想要结婚的想法 也是一路后退 软弱到底 于是 到了1993年 林青霞终于 向秦汉提出了分手 平时优柔寡断的人 一旦狠下心 是什么也拉不回来的 无论是请出琼瑶当说客 还是下跪求复合 林青霞都依然决然地 选择了拒绝 后来 在很多年之后 林青霞接受采访时 曾经提起 之前的两段感情 他说与秦汉在一起时 常常没有安全感 有媒体评价秦汉 他总是又迷人地微笑 让女主角爱上他 又以自己的软弱 将对方伤得痛哭流涕 这似乎也是 他在现实感情中的写照 即便被称为 亚洲第一美人 即便红遍华人世界 但在感情上 他仍是一个胃口饕餐的小女人 他需要对方的坚定不移 需要他的亲力以赴 但秦汉显然不是 他的慢热性格 他的优柔寡断 在某些方面成了致命伤 他的热烈之于他的寡淡 他的爱恨 分明之于他的魔棱两可 让二人嫌隙不断 是一个矛盾 掩盖着另一个矛盾 我们就越发地 感到彼此的可爱 然而一旦我们之间 所有的障碍都消失了 可以考虑结婚的时候 我才发现秦汉和我尚存 许多难以沟通的性格差异 他曾毫不避讳地 谈及自己的情商 1990年 林青霞和秦汉合作最后一部作品 滚滚红尘 因为二人有过真实的情感经历 所以饰演一对乱世情侣 自是得心应手 当年 林青霞获得金马影后 为他颁奖的就是秦汉 那是他演艺生涯中 唯一的一次金马奖 而片中的主题曲 也成为他们长达20年的感情的绝唱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惊世的我 红尘中的情缘 美之音那生命 匆匆不语的胶着 没错 林青霞和秦汉分手 秦汉就只说了一句 从此山水不相逢 莫到家人长与短 绕过最初和最后的温暖 一个人绵延着不惜的痛惜和眷恋 无论他承受多大的痛苦 无论他内心如何煎熬 面对媒体 他从不说他半个不字 秦汉为林青霞放弃了完整的家庭 漫长的岁月里对他情有独钟 我想再经历过岁月的洗礼 在每一个繁华过后浮华散尽的黄昏 林青霞应该会想起那个玉树林峰 款款深情 至今不娶 用一生来爱他的男人 究竟是谁辜负了谁 像秦汉般品格的男人少有 懂爱痴情的他 才是男人中的瑰宝 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传奇 但是间爱的际遇 辗转并无二致 无法重温的旧梦 亦如回不去的故乡 而这中间漫长的岁月 我们叫他往事 就让这往事随风吧 希望年过花甲的女神 度过一段安然的岁月 拥抱他再无波澜的幸福